這集要介紹在玩Light Game 也就是海水微物中最常使用的鉛頭鉤 將配重和鉤質結合在一起 就是鉛頭鉤 構造簡單且好上手 鉛頭鉤有著許多形狀與鉤型 我會針對這兩項來說明 首先從鉛頭鉤這三個字拆開來看 鉛 鉛頭鉤的配重的部分 大部分使用的素材就是鉛 有些廠商還會販售其他素材的鉛頭鉤產品 例如低比重的亞鉛 或是高比重的烏鋼 特性都會有所不同 有著它們自己的優勢 但我自己就不說明太深 頭 鉛頭鉤的頭 為了因應各種場合 有研發出非常多種形狀 我挑選出普遍使用的四種來說明 有圓形、子彈形、見識形和軸形 首先從最常見也是我最常用的圓形 圓形整體為圓球狀 各項能力都很平均 是非常泛用且萬能的形狀 特徵就是飛行距離非常安定 在水中幾乎可以隨時落下 收線時比較有水準 非常適合新手從圓形的鉛頭鉤開始練習 再來是子彈形 也稱為炮彈形 這也是我很喜歡且必備的形狀 子彈形前端為圓頭或是尖頭 身體為圓柱狀 最大優勢就是容易保持在固定湧城 因為它有著收線時不容易往上飄的特性 可以在同個湧城慢慢的仔細搜索 切水能力也很強 下落時呈現偏斜滑落的感覺 再來是這種箭矢型 形狀猶如弓箭的箭矢 前端、三角形尖尖的部分 這形狀在抽桿時 非常容易操作出左右跳的泳汁 可以說是大動作特化型 不管縱向或是橫向的跳動都很大 很容易受到魚的注意 尤其快收拾的泳汁用來攻略 動態實力很強的魚種特別有效 有時還可以打開魚的烈食欲望開關的績效 搭配肥身細微的卵蟲效果倍增 更好操作出左右跳動的油脂 最後是周形 形狀就像是船頭 也稱之為眼鏡蛇形 順收時相對其他形狀容易上浮 很慢的順收就可以保持在湧城 也因為這樣的特性 下層速度比較慢 各項能力介於圓形和子彈形的中間 特別適合用來捲起落下的操作組合 也因為重心的關係 掉落在水裡時 勾子是翹起來的 相對其他形狀不容易掛底 用來掉根魚也是非常好用的 像HR 的束扣籤 就是跟周形牽頭鉤有著相同的特性 不妨可以試試看 最後來說牽頭鉤的勾子部分 因為Light Game 的對象魚實在太多種 對付不同魚種 就有可能需要到不同的勾子 所以廠商有研發針對各種不同狀況和魚種的勾形 例如有著勾肩角度和勾骨粗細長短之類的不同 勾肩角度有外開、直向 先從外開的勾肩講起 特性是魚有吸入口中後就不容易吐掉 因為吐出來反而有自動上鉤的機率很大 特別適合攻略容易脫鉤的魚種 像在日本這種外開角度的勾形 就是用來專門釣豬甲魚的 那我們台灣就很適合釣大岩海蓮之類的 接下來是最常見的直向角度勾肩 貫穿力和黏魚能力都是很平均 泛用性很高 不知道用什麼的時候 用直向角度就絕對不會錯 說明完勾子角度 現在換勾股的部分 有粗細長短這四種 首先 出股很明顯優勢就是有很強的強度 不用太擔心會有開勾的風險 像是對到呱呱黑掉 或是在障礙物較多比較不能浪性的場合時 用出股的勾子就能放心的搏魚 矽骨 矽骨的優勢就是不用用力開槍就可以很容易貫穿魚嘴 對付嘴薄的魚種時 只要線杯、煞車調得鬆鬆了 就不用擔心扯破魚嘴 但缺點就是 當不小心遇到大魚的時候 就可能一去不回了 再來是長軸 優勢是對付有粒齒魚種 不容易被剪線 也不容易伸喉嚨 最後是短軸 優勢是較容易吸入口中 掛上的軟蟲的可動部位較廣 軟蟲的泳之動作會比較大 以上 就說明完我們在玩Light Game 海水圍舞的千頭鉤 試試就算連這種單純的千頭鉤也是很深奧的 每個部位都有不同的特性 那希望這一期也讓大家能夠再選用千頭鉤時更有一些概念 今天就說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